梁静做梦都没想到 出演丈夫的电影 竟然会被画得那么丑 在拍这杀生时 导演管虎想找一个性格泼辣 又接地气的人 来出演接生婆 结果找了一圈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却因为荡气原因没法出演 这可把关虎愁坏了 就在他一丑莫展之际 突然想起了他的妻子梁静 在上一部电影 厨子戏子痞子中 他出演的效果还是挺粗彩的 于是他立马向梁静发出要求 但梁静听了后 直接就拒绝了 毕竟除了管虎 又有哪个导演 会把自己老婆拍得 爆牙凸嘴面目猙獰 看看其他导演拍老婆 哪个不是往漂亮拍 姜文拍老婆注意 拍成了花容月貌的大家闺秀 陈思诚拍佟丽娅 拍成了美艳动人 千娇百妹的辣妹 管虎一听梁静都这么说了 也是懂了他的意思 于是就对他说 这次我一定把你拍得漂亮 比马寡妇还漂亮 梁静看丈夫都如此 信誓旦旦的保证 哪还能不答应 毕竟马寡妇那么漂亮 相信自己也不会差 结果进了剧组后 梁静就后悔了 因为管虎又把他扮得奇丑无比 就连黄渤看到他之后 都又被丑吐了 他曾经看吐过 就是已经吐了 就是哎呀 这样我怎么 我怎么认识你这样的人呢 就是太丑了 果然是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要知道梁静可是长这样的 无论是身材还是样貌 都是杠杠的 自从嫁给了管虎 他的角色是要多丑有多丑 难道真给黄渤说中了 我觉得这是老谷的一个阴谋 什么阴谋 让后院安全一点 所以影帝的黄渤 万万没想到 竟还有自己不悔的戏 那个管虎导演特别严格 比如说一场戏 拍过一百遍 一百多啊 一百三十八 在拍摄《杀声》时 藏医管虎早早就联系到黄渤 邀请他来当主角 可黄渤咋的都不肯去演 毕竟在拍上一部斗牛时 可是在管虎手里吃尽了骨头 但管虎认定的人权 怎么会心意动摇呢 于是他就对黄渤说 那都是上一部了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就提前给自己准备了医疗箱 进了剧组后 管虎还真就说到做到 我真就给他安排了一场激情戏 结果这时候的黄渤掉链子了 因为这是黄渤第一次拍尺度戏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演员之间的身体接触 也不知道怎么做表情 在和越南在演这场戏时 两人拍了很多遍 都在不断地背恩机 因为两人不停地笑场 根本拍不下去 最后云南非常无奈地表示 黄渤太要戏板了 每次凑过来的时候 我就忍不住笑 后来黄渤想了个 很记贼的方法 那就是每次拍到 两人接触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的脸 埋在云南的肩膀里 把表演的空间交给云南 这才把这场戏给拍完 黄渤究竟是有什么魔力 才让林志玲这么想家 在拍摄斗牛时 黄渤和演员搭档一起拍戏 看到黄渤的第一眼后 就开玩笑道 跟你演夫妻 那我要走向丑性的行列了 虽然是开玩笑 但这句话却并不好听 一般人身上早就翻脸了 可没想到黄渤 却是这样回答的 这句话附近保全了自己的颜面 更是夸得演技哈哈大笑 他的高情商不是有嘴滑舌 而是从心里真正尊重他人 有一次 黄渤接受记者采访时 被记者问到 是否可以取代葛优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 他的回答就宛如脚科术 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自己闪耀 但你也覆盖不了任何人的光芒 我们只是继续前行的 一些晚辈 对 这个不敢造词 不得不佩服黄渤的高情商 这简直就是神回复 太睿智了 林长反应更没得说 作为演员佩服他的演技 作为艺人佩服他的艺品 作为普通人 应该佩服他的态度 也许是早年间 在娱乐圈底层摸爬滚打时 应种帽受到的提示 和自己不懈的努力 他锻造了黄渤这样的高情商 除此之外 并且在摄影绘画上 也有颇高的造诣 可以说黄渤除了荣抱 其他都是典配 也难怪智灵姐姐那么喜欢了 更是在拍摄 《1014求婚》的时候 林智灵为了表达对黄渤的喜欢 还特意要求导演加了场吻戏 都快把黄渤给亲蒙了